這段美國新冠確認人數突破兩千六百萬人之際 美國機管中心CDC終於頒布口罩強制令 最像口罩強制令包含搭乘飛機 火車 地鐵 巴士 渡輪等交通工具 都必須全程佩戴口罩 而且不只通行期間 在機場 火車 與地鐵站等待時 也都要戴上口罩 違者可能面臨刑事訴訟 對抗新冠疫情 穿規拜不隨 而全民戴口罩 只是拜登抗議新政的其中一環 全美加速施打疫苗 也正同步進行 其中在西雅圖 十月十分 竟然還有一大堆人排隊強打疫苗 原來是因為當地用來冰凍疫苗的冷凍櫃故障 就怕裡頭兩千劑疫苗因此失效 當局緊急在推特上動員群眾 不少人接到消息 穿著睡袍就趕來接種 從晚上十一點開打 到凌晨三點 所有疫苗就全部打完 成功化解疫苗失效的危機 只是這時也傳出 美國人民聯邦眾議員林奇 在打完兩劑輝瑞疫苗後 依舊確診染疫 對此輝瑞表示 接種第二劑疫苗後 需要七天的時間才具有保護力 但林奇卻是在確診九天前就接種第二劑 雖然目前沒有症狀 但已經自我隔離 記者綜合報導 字幕。